巴黎奥运羽球项目今天进行分组抽签 我国签运好坏参拜 女双陈康德和蒂娜被抽签死亡之组 跟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女双陈清晨和贾伊凡列为A组 晋级之路相当艰难 混双陈唐杰和杜一卫呢 如果能够在小组赛战胜二号种子 冯愿哲还有黄东平 很大可能就会闯入八强 女单方面 韩国选手金家恩是吴锦威的最大挑战 至于南丹李子佳呢 他要在小组赛出现了不成问题 预料会在16强对战伊尼的蜻蜓 巴黎奥运羽球抽签一事 今天在吉隆坡的羽联总部举行 我国的签运尚可 南丹方面七号种子 李子佳与斯里兰卡的为人 还有西班牙的阿比安并列居组 如果李子佳发挥稳定 基本上能在小组赛出现 对垒H组的选手 至于H组的盟主 预计会是来自印尼的九号种子 金亭 或是来自法国的波波夫 接下来 我国女单战将吴锦威 则被抽进H组 与韩国的十二号种子金家恩和南非的乔哈尼 塔萧尔茨处在同一组 如果吴锦威能战胜金家恩 基本上要从小组赛突围不是问题 女双陈康乐与蒂娜的奥运征途筋级满步 与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女双陈清晨与贾伊凡 排名第五的日本女双永元何可纳与松本麻佑 还有世界排名第七的印尼女双艾普利亚妮与西蒂法迪亚名列A组 必须点出的是乐地组合与凡尘组合七次对垒取得了一胜六负 因此乐地组合必须要有超水准的发挥 才能脱颖而出 至于竞争最激烈的男双抽签 则是受到国际体育仲裁庭的裁决影响而宣布展颜 据了解这起事件是因为世界雨联的计算错误 让法国的波波夫兄弟位列榜首 导致科维与拉巴失去了奥运资格 向仲裁庭上诉得职 获得巴黎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而我国混双陈唐杰与杜一威则是被抽进第一组 除了来自中国的二号种子冯彦哲与黄东平是最大的蓝路虎 来自美国的邱凯翔与珍一盖 或新加坡混双许永凯与陈薇涵 相信都是我国有机会挑战成功的组合 如果成功突围 我国混双则有可能闯进八强